一名戴著安全帽的男子 拿著鐮刀不斷揮舞 女店員儘管害怕 還是試圖握住刀柄 要求對方不要衝動 不過還是沒有用 女店員配合打開收銀機 把錢交出去 男子得手一萬多元後 戴著髒款專網買新手機 不過隔兩個小時就被警方抓到 遠景雕約監視器掌握行蹤 火速逮到身穿綠色上衣的竊賊 還在機車的車廂發現他威脅店員的鐮刀 事情發生在上個月27號上午11點多 新竹湖口一間連鎖超市 48歲零姓男子疑似是店內常客 趁著店裡沒有其他顧客 持刀恐嚇店員 搶了一萬一千元後離開現場 並起貨方案時使用是鐮刀 浴衣 衣物等手機 藏物 證物 全案巡厚依恐嚇取材罪 以請台灣新地方檢察署偵辦 警方調查這已經不是零性男子首次犯案 還有切到錢科 這回想要買新手機缺錢花用 其概念 鎖定平常常去的超市持鐮刀闖入 還威脅女店員 以為穿雨衣戴安全帽不會被認出 殊不知早就被警方盯上 沒得到教訓的下場就是再度進警局 TVBS新聞 陳世銘 陳佳彤 新竹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